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五三福的爆裂羊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養成齋世 齋世的話 我先有先稍微擺一下 但是目前齋世很雷 但是我只是小練 我只是要來頂替一下白爐的位置 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下火隊的效益 基本上這樣子弄下來 至少比我上白爐來得好 好 我們來血脈覺醒 我本來是想要讓他上荊棘 可是荊棘目前量不夠 所以我就先把白爐上面的 大地暫時先用一下 因為我也沒有要讓他品序佔能力 然後奧義的部分也暫時先上了一下 然後目前這樣子弄完一等 然後上了那個血脈跟符文跟奧義的時候 目前戰力是25萬 好 我們就不多說 直接來輸練 一劍 對阿 現在有先生等級 等級的話就是一劍到119等 直接衝滿 直接練滿 然後 品質 目前我看我的資源可以練到哪裡 目前品質可以練到紅二 三十一萬 基本上可以再練高啦 我算一下 目前這樣子紅瓶大概要差多少 因為我資源夠 40 130 加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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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257 減171 再減1694 差 我點錯了 等一下 差4588 我們 等下 所以稍微 衝快一點 4688 沒差超過就超過 我也沒關係 我忘記4588 還是4688 我記得 就好像是588 只是這次目前做的是 還 還是一樣 滿 開了門 陸服是已經開了兩門 只是增加了 免傷部分是提了 提到30% 是還滿高的 但是 十字效能 看起來 目前 嘖 我覺得還是沒有到很丟 以啊 然後目前 紅四的話 基本上其實是夠啦 那時候 我不小心 先升了 那個 白盧了 呵呵 白盧的話 我本來沒打算讓他紅四的 結果 本來想說 摘事 我應該是不會去衝他 結果最後 我還是把他衝下去了 這是 讓我比較 尷尬的 升星的話 目前可能就是 暫時先跟白盧一樣 給他升到 那個 五星吧 目前因為剛才開太多 所以畫面會有點卡一下 要等他先緩衝一下 因為以前 像那時候萬用箱啊 或者是寶 什麼寶箱 一次量開太多 台服都很奇怪 都會突然感覺好像畫面卡住了 怎樣怎樣 就是那沒有 那只是 他們 系統還沒緩衝過來而已 對啊 好了 緩衝應該正常 還是一樣卡卡的 好 好 應該是正常 好 好 好 另外一個 好 好 那時候白盧給他先生子 成那一個 紅三 然後紅四 結果他其實可以 把他洗 可是洗掉 又很麻煩 我要再把他練到一次 那個 紅三 雖然 是品質符石 現在是蠻好拿的 只是把他練到 紅三 然後我只是把那個 一階拿來丟到 齋世而已 蠻浪費 好 紀念的部分 用快生 劍牧師 先升到 都先升到 九十 他主要是 火焰類絕集 所以這一個 名犬之一 還是底下 這個 金幣真的是 很噴啊 太噴了 然後再來是 站穩的部分 站穩的部分 我記得應該是 不知道夠不夠 再用 再用 搖灌 加 咳嗽 下 八門的部分 的話 也應該我不會把它開完 因為萬用 隨便這樣噴太兇了 慢慢開 品質的部分就 先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裝備的部分 烈火徽章 他主要是 剛好又 又壯是 烈火徽章 剛好 烈火徽章 真的都沒什麼多啊 真的都要拔別人的 烈火徽章 真的是 沒什麼多 只能去拔火草 本來不太想 動火草身上 因為火草 也是這樣 也是主要輸出啊 所以本來不想動火草 可是為了開一下他的宿命 就 加減先來一下囉 超能力秘笈 我記得 的話 白魯也是用超能力秘笈 到時 那就先拔白魯的來用好了 人生 裝備都升到五星 慢慢練 欸 沒有啊 速練啊 說錯了 這把練了 發這次會練卡 會練花多少時間 上次 養成計畫 練最久是花了四十幾分鐘吧 好 再直接強化 一鍵 快速升級吧 哇 哇 太多了 現在都升到 95就好了 95要2000多萬喔 那先90喔 太貴啦 金幣不夠啊 太坑爹了吧 所以練十五之子真的是要 好好的抉擇一下 不然的話 這金幣真的不是普通的消耗 加上次我練 那一個火草已經花很多了 西瓜 西瓜 便利 平約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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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到12了 好像不太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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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先給他覺醒 好 目前資源竟然只有辦法給他練到 竟然我還沒突破40萬 那資源真的 我的資源不太夠啊 有點囧啊 資源將會不足成這樣子 真的是 白草石耗費太多了 我先做一件很白癡的事情 我直接讓齋勢 紅四好了 品質的話 我記得我好像有兩顆 所以我應該可以舉用 所以我直接先重生 要把他練回來 這是我做一件很北極的事 千萬不要學這個 千萬不要學我這個很白癡的行為 好了 然後我要再把他練回來一次 傻逼的行為 千萬不要學 這是很 這是很浪費的事情 好 目前 災勢 我只能先練到這邊 可能後面就是在慢慢把他進階進階了 這個真的是 練得太慢了 但是基本上只差這一個啦 絕武而已 他的宿命的部分 就只會差絕武 因為他的算是都蠻好 配合到的 然後阿修的話 基本也是差 紫苑的部分 然後獲祭的話 也是因為 摘世的出來 所以我也是差 專武 沒那麼多資源 蠻慘的 好 那我們今天摘世的養成影片 我們只能先介紹到這邊 那後面有後續的消息 或是後續的進度的話 就是從後面的 像對決影片阿 什麼 可能或是什麼 介紹影片 可能也會帶大家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